自有人類文明存在 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 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這個人的AVSign 名字 我想都十幾年前 始終性風化案 不是那麼多人會透露 這個人的名字叫張禮民 他就是六八年出生 即是六零後 現在如果未入冊 四十多歲 四十八左右 四十幾 四十五左右 四十七 四十七 這個人很好笑 出生於四月四日兒童節 平時很好人 人們周圍都叫他英俊哥哥 因為他小時候在城門水堂長大 我不說他的背景 我先說一說案件 首先在1992年的有一天 你見到途中叫瑞喜樓 瑞喜樓發生了一班強姦案 我想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柴灣的小西灣 小西灣的天台裡面 天台 有人強姦了一個女孩 當然後期知道就是張禮民做的 這裏十幾二十年前 九二年 二十幾年前 其實那時候剛剛入火 小西灣 附近都很靜 你知道是新開發區 平時那些人出入 基本上不是那麼多圖人可以看到 可以說天台又沒有落閘 又沒有閉路電視 那時候 又沒有警報器 保安又沒有現在那麼嚴密 你知道九二年的公屋 都不是現在那一項 而且小西灣這個地方 附近後面就是山徑 基本上如果你犯完案 打劫 老粒 強姦 你走回後山很難抓到你 那當時九二年 就是張禮民的第一宗案 他就在天台裡面 強姦了一個女孩 他當時為什麼選這裏 他小時候就是在城門水堂 近山腳那裏 生長 即是叫做長大 所以他對某些地方的山路 其實他有一種安全感 即是犯罪安全感 所以他選了第一個在這裏犯案 而且這些郊野公園的森林 對他們來說很容易離開 你現在看到這裏這麼繁榮 後面 以前這裏不是的 全部的山坡 全部都佈滿了一些草 樹莖 那九二年他在這裏 就強姦了一個女孩 然後就逃之夭夭 潛伏了很多年 都沒有去再犯案 小時候就是通山跑那些 九二年他幾歲 你計算他六八年出生 九二年他幾歲 九二年應該是二十幾 二十二 二十三 九二年是嗎 二十四 九二減六十八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歲 第一次強姦人 然後潛伏了幾年之後 去到另一宗案 就發生在九七年的十一月六日 強姦第二名女子 究竟是什麼人 其實去到九七年的時候 即他隔了五年之後 才犯第二宗 但今次他不會找回同一宗案